把料理制作过程拍成为电影 这是阿娇和老公晒恩爱的方式 我没有拉到楼 太高太高 然后太多 那要带到一点萝卜根 不要那么满 拍摄现场老公一个口令 阿娇一个动作 以料理为主题的为电影 就是这样拍出来的 当然他其他的工作就不需要这样 但因为这是他记录我们自己生活的影片 料理影片 所以就像刚刚讲 就是你是目前他是幕后 对 标准的目前跟幕后 阿娇是主持人 老公刘仁琪 是摄影师兼经纪人 人常上山下海一起工作 刘仁琪非常欣赏 阿娇的坦率朴实 艾苗悄悄滋长 却只敢放在心里 相处下来之后 你会发现 他是一个很不爱说话的人 但是 他的不爱说话 是他花了很多时间去执行 内向话不多 刘仁琪追求的方法也很老派 温馨接送行 还常帮忙跑腿 阿娇当然知道他的心意 但曾经有过不愉快的婚姻 又带着一个孩子 让他对感情却步 我们当初生活在一起 就是因为他对小孩很照顾 对 他是从先帮我带小孩 然后才慢慢进入我的生活圈的 然后我们才慢慢谈恋爱的 刘仁琪的贴心终究感动阿娇 爱情长跑多年 终于找到第二春 2008年公正结婚 因为那是一个形式嘛 就穿得也还蛮随便的 我记得我是穿卡吉裙白衬衫 你好像你也是卡吉裙白衬衫 然后我们还忘了戴戒指 你记得吗 好像 然后还开车回来 随便拿两个戒指就去讨对方 我原来还要戴戒指这回事 对 我们根本都 我以为是盖个章 就回来了对不对 可是那时候他还有公开仪式 你记不记得还有五六组 其他人也穿婚纱 对对对对 穿婚纱下来 他想说干嘛 不是公正而已嘛 算一算 已经在一起超过15年 就对演艺圈 目前幕后的组合 女方即兴子 男方却是慢狼中 看似不合 却是互补的要命 永远以老婆为主 是刘仁琪爱妻的表现 阿娇常有天马行空的想法 刘仁琪就会想办法满足 三个货柜加上清水膜 阿娇梦想中的厨房摄影棚 刘仁琪花了大半年的时间 慢慢的从无到有 这是我自己的梦想 但是没有想到 他却把我的梦想 放在他的人生的 前头 然后可以义无反顾的 去帮我完成 这个是在哪里带回来 澳洲 对 这个是在澳洲 每块砧板都非常的重 那你怎么背 你是怎么带回来 放在背包里 放在背包里 然后 看起来很清亮 这个鸟笼也很妙 是他从布拉格带回来 手工艺品店 他就在那个门口 拍了一张照片 然后就发了一个like给我 我收到照片 我就放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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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我就截图拍下来 我说我要这个鸟笼 他说要命哦 嘴上说要命 但这个鸟笼 游仁琪还是从布拉格 提回台湾 前阵子我妈才告诫我 说夏琳你不要再乱 说话 也不要再乱提一些要求 那我妈用一个台湾话 讲说 你说这么多就做死去 你懂那个意思吗 就是 每次我大概想到一个什么样的念头 那他就会为了那个念头 去默默地完成 但没有夫妻不吵架 他们偶尔也会有争执 你要把他的缺点 看成是优点 是可爱的 对啊 虽然比老公年长八岁 但阿娇很愿意当小女人 常肯定老公 让刘仁琪有一家之主的感觉 夫妻俩一起工作 一起生活 刘仁琪也把阿娇的儿子 视如己出 婚后没有再生第二胎 更让阿娇感动 当初的想法就是说 已经有一个了 然后我觉得就这样 一个就够了 那时候如果再生一个 好像会 会对他心里面有一些 该怎么说呢 他那种想法 对啊 因为高层有过你要求嘛 他有曾经提过说 他不希望我们有小孩 他怕被 剥夺他的爱 那我想说也好 可是后来长大 还是在叫我们生 对 我说话太晚 老公和儿子的相处 像兄弟 感情好到让阿娇吃味 我很庆幸 你没有在我一时冲动下 真的生了一个小女儿 为什么 因为那会剥夺她对我的爱 什么拇指都一样吗 你觉得吗 老刘老刘是我 当着大家面叫的 我私下不是这样叫他 那私下是什么叫 可以讲吗 可以吗 我私下叫他阿爸 因为他太像 他真的太像爸爸了 没有办法 就是他对我生活上 所有的一切一切 无为不至 这样的成价可以吗 这样好像要搭帐篷 种的小黄瓜 需要可以攀爬的棚架 阿娇照网力开口 老刘捡了树枝 马上动手做出来 阿娇说 老公就是这么体贴 他三辈子提灯笼 都找不到 实质赞美 恐怕就是他的 育夫术 让刘仁奇甘愿为他 还有这个家付出 也难怪 姐弟恋能走的 长长久久 老公 什么事啊